作詞 作曲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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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能够看到整个外面的窗景 那因为这个房子呢 它是面在高雄港附近 所以呢我们希望 就这个海洋印象的东西呢 把它引入到我们室内空间里面 让它产生柔美的感觉 就是我们一开始 在规划上面的想法 因为屋主它是四处突差 对这个空间使用上呢 它先把它定义在做 转站的居住 所以在空间需求上面 反而是公领域的需求 从玄关进来的时候呢 高阶的住宅 它都会有一个入口的浴室 它会跟入口衣帽间结合在一起 能够让屋主在各地出差 回来之后呢 会有一个让他 置放他的个人物品 或是行李箱 休息的地方 把所有东西都放在入口玄关处 进来到客厅之后呢 其实我们应该是把客厅跟餐厅 作为一个整体的设计 所以我们采用了局部的一些 钛金属的材料 还有一些白色的食材 去架构整个空间的气氛 呼应了整个天花板的一个 柔美的波浪形状 餐厅的部分呢 就是做开放式的餐厅 它可以延续到左边跟右边的感觉 一边呢可以看到户外的窗景 而在另外一边呢 是能够看到他吧台啊 或者是开放厨房的使用 就是我们希望这个吧台呢 其实能够提供在这个客餐厅里面 饮食啊 或者是一些交谈 交易的一个地方 所以其实这个空间里面 它有很多可以让我们去做一个 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的关系 包括在餐厅里面 在我们的客厅里面 在我们的吧台上面 那我们也提供了一些设备的部分呢 能够满足这个空间上面互动的需求 那我们利用隔间的方式 把厨房分为一个中式厨房 就是快炒区 跟一个西式的开放厨房吧台 材质的分配的部分呢 采用黑色跟白色系列 以浅色系为主 黑色是一个点缀 配合镀态 可以从玄关一直到客餐厅 我们地板的部分用的是 高阶的大片的瓷砖 因为它的分割缝就比较小 所以它整个瓷砖看起来 就一件像大历史的感觉 让整个空间感觉起来 有高级色化的感觉 这也是很重视所谓的光线的部分 我们用了很多的条状光线 配合我们整个的设计的柔眉感 会用灯光去引导这个曲线的强化感 我们从两侧看到的曲线的灯光 你就可以感觉到天花板 它其实一个像波浪一样的天花板 也刚好呼应到我们对海洋异象的一个效果 在我们的吧台下面也做一些灯光 在整个曲线上面能够更强化它 美化它的效果 进入到书房其实我们常知道 书房它其实比较需要安静的感觉 它同时兼具的致密性 或是一个个人接待的一个地方 所以书房的地平 我们就采用了一些比较深色的木地板 让它有更温润的感觉 在墙壁上面呢 我们选用比较有一些蓝色 有一些金色遮滑的一些壁纸 因为其实在公共空间里面呢 它其实已经是一个非常安静的空间了 那所以我们反过来在书房里面呢 希望它能够有一些 艺术价值的跳动 让你进入到另外一个空间里面呢 会产生一些不同的思维 包括说摆饰的东西 包括茶药的部分 我们采用一些食材 跟一个镀胎的东西 配合壁纸上面的一些点缀性的图屯 让它能够呈现出那种 比较不同的书卷的味道 接下来就是我们在直密空间里面 会有两个房间 一个主卧室 一个四主卧室 两个都是拥有卫浴设备的套房式的空间 其实主卧室它很重要的是 它是一个长型的空间 所以我们把它分三部分 就是卧室区 更衣室区 还有浴室区 这三个空间同时都是面对的 整个落地窗 更衣室跟我们的卧室呢 它其实就像饭店一样 它是一个互动开放的空间 所以我们尽量的让空间之间呢 彼此的连贯是 连通的关系 对于屋主来讲呢 它希望能够把它 喜欢精品这个概念呢 能够带进去主卧室里面 采用比较多的皮革的东西 去布置在我们的整个空间里面 包括床背 台面的东西呢 我们是用皮革的方式 那也去彰显出整个空间上面 一个饭店精品的效果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也采用了一些 钛金属的东西 因为其实在顶级的奢侈品里面呢 钛金属跟皮革的搭结 其实是非常高阶的一个做法 主要还是希望说 借由所谓的皮革的这个概念呢 去让整个空间呢 产生一个比较高层次的感觉 精品概念的一个居住空间 那在浴室里面呢 我们是有两个洗盆 跟两个镜子 希望就有人造光线 让它的浴室呢 产生更好的气氛空间 那在次主卧室方面呢 我们把它隐藏在书房的旁边 进门的关系呢 我们先会遇到呢 开放式的更衣室 然后我们用一个玻璃屏风的东西呢 把化妆台跟我们的床 做一个局部的区隔 它因为是属于 光线比较不够的地方 因此我们比较用多的 揉眉的一个布料的东西 包括壁纸啊 包括床背板的一些 软性皮革的部分 然后包括一些 间接罩门的部分呢 去塑造饭店在晚上休息的感觉 希望它能够有气氛 去让这个原本缺点的东西呢 反而变成它一个安静的优点 我们的浴室的部分呢 也是希望它用黑白色系的东西呢 去塑造这个空间上面 比较特殊的艺术感的效果 这个住宅它其实是 饭店式的住宅 所以我们的这个空间的设计上面 也希望用这个饭店式的住宅的方式呢 去塑造 让整个住家的感觉 不仅限于所谓的功能性使用 我们这一次希望它的东西呢 其实是非常的塑进 主要的材料呢 都是属于浅色系 包括说我们从户外的玄关 再到室内的玄关 再到客厅 这个延续性的颜色呢 都是属于比较优雅的颜色 能够带给业主 配合他的身份 去营造出他对空间的需求 因此优雅这两个字呢 我们就用食材的部分 包括电视墙 吧台 餐桌 都是用白色为基调的食材去搭配 那整个空间上面呢 配合白色填滑板 而且是柔美的曲线 感觉起来就会让那个海洋的美 跟我觉得是女性的美感的东西呢 更柔地放在这个空间里面 可以让我们的屋主在回家的时候呢 能够得到充分的放松 就如同到了一个饭店一样 得到比较好的舒适的休息感 那就是我对整个空间上面诠释 希望达到的效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